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装修过程中哪些环节 您业主必须亲自到场 有些业主装修的时候特别忙 来不了几次工地 有些业主天天到工地 但是大多数业主不知道到工地究竟看哪些内容 今天就把这些主要环节给您挑出来 您把这些环节重点的去看一看 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电胶底 水电胶底为什么您亲自要到场 因为水电胶底之后 整体装修方案设计就完全定稿了 在水电胶底的当天 您还可以进行改正 比如说我的床的位置可以进行改动 比如说我卫生间的位置可以改动 但是只要胶底水电完成之后 整体的设计方案就确定了 再去改正的话 您的成本就会有一个翻倍上的提升 所以说您必须亲自去现场感受一下 这个空间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我们做完改水电胶水管打压测试的时候 您亲自到场 并不是让您自己去亲自验收 因为您大多数也不懂 但是您需要的是去签字 签这个字 厂家会给你一个质保卡 到时候出现问题的话 直接跟您取得联系 这一点必须去 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做完防水之后 避水实验结束了 您要到现场看一看 去楼下去看一看有没有漏水 如果说有漏水啊 即使改正没有漏水呢 就把水放掉就可以了 铺瓷砖的过程中 其实不需要你全程跟踪的去看 你重点提示一下工人或者说你的工廊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就是铺瓷砖之前一定要有一个预铺 就是排版 这个瓷砖从哪铺到哪 怎么排的 哪些地方有一些窄条的瓷砖 你要清理清楚 木工掉顶的时候 也不需要你全程跟踪 需要你注意的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特殊的掉顶 比如说无主灯的一些掉顶 下掉高度你根本就从头脑里面 没有理解的情况下 最好在木工进场的第一天 你就在现场去感受一下 因为木工现场第一天干的活呢 就是放线啊 放线 然后你看一下啊 下掉这么高 然后呢 你能够接受 OK就继续做 接受不了 赶紧改方案 呃 最后一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的粉刷环节 粉刷环节呢 您需要注意的啊 就不需要您 就是说定个时间工段呢 去 我说偶尔的去抽它 粉刷是比较时间长的一个周期 它需要每次工序晾干了之后 再去干下一工序 首先呢 这个工艺 不要有一个啊 偷工减料 然后呢 材料上啊 不要有一个欠缺啊 以次重好 这个呢 您自己要把控 偶尔的啊 去一去 不要定时间啊 抽查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重点内容都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大家一定要帮大崔多多点赞 谢谢大家 我是大崔 观众朋友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